清明禁祖季节即将来临 由基隆客家团契协同基隆众教会 3月7日举办的联合禁祖大会 及邀基隆当地客家人 以道水礼、献花礼、点竹礼 三种献礼缅怀仙人 导证基督徒不败祖先 是鼠点望祖的刻板印象 更回归本源将敬拜归给上帝 我们在客家地区传婚 最普遍遇到的问题 大概就是败祖先的问题 所以我们最近这些年 我们就在客家地区 透过追思山里 透过清明节举办 敬祖的这样的大会 希望更多的客家的乡亲 不再认为基督教信了耶稣 不要祖先被主望中 很多就是因为不了解 不敢踏进教会 其实我们基督徒不是不败祖先的 只是方式跟一般传统不一样 当他们进到里面了解 原来是这样的时候 他们的心门就开了 愿意走进教会 我们的先祖是你所造的 我们一切的部分是你所示的 愿荣耀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弥 在敬祖三献礼中 稻水礼代表饮水思源 感念先人传承 更感谢生命的源头上帝 而献花礼象征效法祖先精神 使祖德流芳 点珠礼则是表示光宗耀祖 也点燃下一代的传承 透过三献礼彰显信仰价值 更具体展现基督徒孝敬长辈 重视家庭的信念 我们这个习信会能够以 等于是西方的教育和东方我们 本身的教育能够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精神意义非常的可贵 尤其每年的祭典活动 我非常重视 而且大家来参加非常踊跃 客家众教会将继续推广 敬祖三历 盼望打破隔阂 将传统文化和福音融合 成就兼容并蓄的信仰价值 再次参加